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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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 對很多華人來說 是一個很沉重的年代 但1989年 對華人來說 是一個值得嬌悟的年代 1989年 6月12日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個華人的張德培下 年輕人都忘記了這個人 他就贏了八個網球公開賽的儀冠 他是四大公開賽 四大公開賽即是溫浩頓 美國公開賽 澳洲公開賽 加上八個公開賽 四大公開賽即是最年輕的冠軍 當時他去冠軍時 17歲令3個月 他也是第一位華人 亞洲人奪得四大公開賽的冠軍 當然他也是第一個華人 認得如此偉大的榮譽 自此之後 張德培總共獲得了三十四次個人單打冠軍 他贏了獎金 或者廣告費 超過一千九百萬的美金 聽上去很大 然後國債排名最高是1996年 曾經去到世界第二 2003年的時候 張德培結束了自己十六年的職業網球員的生涯 自此 大家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就沒有了他的聲器 很多人覺得張德培很浪費 他拿了那麼多的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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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去賺多些錢 他應該去中國大陸 去香港去台灣 拍多些電影 唱歌拍廣告 當然了 張德培都在香港拍廣告 大家記得他有個洗頭水的廣告嗎 台詞就是 頭皮 No way 不過他現在也沒有頭皮 他肯定頭髮都掉了 大家都覺得張德培很浪費 如果他應該去他的成就 如果拍電影、廣告、錄合歌 他應該賺很多錢 但張德培反而是 甘於平淡的生活 他享受家庭生活 然後致利於他覺得有意義的工作 例如去世界各地宣傳小朋友打網球 當然他也成立了一個基金 叫做張氏基金 那是甚麼呢 就是為了向全世界推廣耶穌基督的福音 他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張德培很傻 浪費了 可以賺多些錢 但基督對張德培而言 他不是這樣認為 他認為他在生命中 耶穌是最重要的 當他捧起法國公開賽的冠軍獎盃的時候 當時我有看電視 他曾經說幾句說話 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一句就是 六月份發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他第一句說話 就是 愿上帝保守中國人 另外一句說話 是說 没有耶穌 我什麽都不是 所以對他來說 上帝耶穌的地位 是遠遠高於金錢的地位 所以今天是我們讀的經文 在今天的福音書裡面 我們都看到一位的婦女 她覺得 人家覺得她很沙 但她覺得 我獻給耶穌的 是值得的 所以今天想大家 趁著中之主日 和大家分享一下 聖經裡面的感恩 愛主 专主為大的這種教導 就是我會集中在 《馬可福音》十四章 一至十一字裡面 《馬可福音》十四章 一至十一字 是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經文 其中最令人熟悉的 就是《馬可福音》十四章 三至九節 這是很出名的經文 一般來說 我們稱這段經文叫做 耶穌在八達尼被膏 其實這段經文 在其他三本的福音書裡面 都有類似的記載 《馬可福音》十二十六章 一至十六字 其實和《馬可福音》相比 幾乎一模一樣 不知誰抄誰 一般來說 應該是《馬太》 金句《馬可》而寫的 另外《路加福音》十七章 三十六至五十字 都有這樣的記載 不過好像有點不同 她就是高墨耶穌的腳 然後《路加》說到 這位女人是一個罪人 即是否同樣故事 很多學者認為 可能是另有其人 但很多人都認為是一樣 這不是今天的主題 另一個《約翰福音》十二章 一至八節 她說到 音樂差不多 但她說到這個女人的名字 叫做《馬尼牙》 即是剛才 馬大的妹妹 馬尼牙 拉細路的姐姐 馬尼牙 所以四本福音書裡面 都有記載 但有少少不同 但《馬太》的記載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馬可福音》十四章 一節十一節 其實這段經文 看上去之後 挺有特色的 《馬可》也是寫得挺好的 挺有文采的 它的特色是甚麼呢 有三大特色 我自己的歸納就是 第一 內容非常簡單 第二 情節非常清晰 第三 對比非常鮮明 看看內容簡單方面 內容非常簡單 她說到一個不知名的婦人 她說到一個不知名的婦人 將價值不匪的珍拿達的膏 目在耶穌頭上 結果忍起一場風波 很多人批評她 有人說 有人說 何用這樣枉廢香膏呢 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兩銀子 可以周濟窮人 風波的其中 耶穌明白這個婦人的心意 耶穌大力稱讚這個不知名的婦人 是一個值得幾年的婦人 內容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就說到這個情節的非常清晰 其實這段經文 短短的幾句經文裡面 其實很有戲劇性 它有故事 它有時間 有地點 有人物 全部清晰 這段經文真的很適合拍一部電視 或者拍一部電視 做一個戲劇 因為它是時間 地點人物齊齊 它裡面有什麼 時間是什麼 它說到過兩天 就是語字 由是隨敲字 講得很清楚時間 地點就是 八達力 掌大麻風的西蒙家女 人物裡面出現了很多人物 一個就是祭司長和民事 一個就是女人 一個就是其他門徒 一個就是猶大 主要在四大人物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是很可靠的 因為通常有時間 有地點 有人物 對我們二千多年以後的華人來說 可能覺得 真是假的 不知道 但對聖經剛剛誠書的時候 對當時猶太人來說 可能大家覺得 這個時間 這個地點 好像是我親戚的家 他們可能真的會相信 這個聖經故事是非常真實的 然後對比的鮮明 其實這個故事 就像是一個三文字故事 又是馬可非常用 三文字形式的手法 去描寫事情 這個故事 開始於一個黑暗 黑暗是甚麼 就是祭司長和民事 他們想辦法 用詭計去捉拿耶穌和殺他 即是一個黑暗的陰謀 但故事中間 就是一個很光明 一個很偉大的行動 有一個女人 拿著玉瓶至貴的珍拿達香膏 打破玉瓶把膏 招在耶穌頭上 這是一個很光明的事情 然後故事結尾 又是一個黑暗 有一個 有一個家略人 由大去見祭司長 要把耶穌交給他們 他們聽見就歡喜 又應去給他暗子 又是一個陰謀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故事的對比很鮮明 一個就是黑白黑 把光明放在中間 用兩個黑暗去沉陀一個光明 顯得這個女人的事情更加光明 更加偉大 更加值得讚賞 馬可福音十四章一節十一節 當然是非常有意思的經文 武士經常說道的時候 都說這段經文很有意思 哪段經文是沒有意思的 當然我們相比來說 這段經文是真的很有意思的 我自己將這段經文稱為什麽呢 一揚米養八揚人的經文 為什麽說它是一揚米養八揚人的經文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世界上 耶穌身邊有四種不同的人 一類就是祭司長和民事 一類就是其他門徒 一類就是猶大 一類就是不知名的女人 其實這四類人 我們環顧一下周圍 環顧一下這個世界 其實我們身邊 或者我們自己 都是其中的一種人 祭司長和民事 有人就覺得 有人很像祭司長和民事 他們對耶穌對福音大有敵意 他們徹底拒絕耶穌基督的福音 他們很陰險 他們心裏拒絕福音 但他們表面還要扮得自己很寬容 他們千方百計 把自己的醜惡行為核理化 就好像這位祭司長和民事 他們身裏很想害耶穌 但他們不敢公開去逼害耶穌 他們說 當自的日子不可 恐怕百姓心亂 其實今天很多人 都是用博愛 用民主 用公平 等等為借口 去批評基督教的信仰 有人很像猶大 有人像猶大 他們假猩猩地稱自己為基督徒 但為了自己的利益 便可以出賣耶穌 馬可其實在經文中 沒有講到猶大 如何出賣耶穌 為何出賣耶穌 但其實我們如果看回 约翰福音 或者馬太福音 他們有詳細的交代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第六節 他说 他恕者说 并不是挂连窮人 乃因他是個賊 猶大著前郎 常取其中所存的 他说到 因为猶大是貪心的 猶大根本是賊的 猶大是管财政的 但是他經常在裡面 偷錢的 拿了錢的 奉獻拿了自己用 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第十五節 猶大說 我把他交給你們 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呢 然後祖師上的文士說 我給三十塊錢給你 猶大是為你三十塊錢 他還要向耶穌問他價錢 你可以給我多少錢 多我就給你 少我可能不賣 還要賣給下家 所以你看到猶大是多貪心 今天我們大家 說真話 我們真的不會用三十塊錢 出賣了耶穌 但是如果大家 在奉獻 或是侍奉上卻報 其實我們和猶大沒有什麼分別 類似馬太所說的 猶大著前郎 常取其中所存的 這是赤裸裸的道士 因為我們是偷了耶穌基督所擁有的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財富 擁有的能力 擁有的欣慈 都是神賜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理所當然地奉獻 去侍奉 如果我們在這兩件事 這些事情上 卻報的話 其實我們和猶大沒有什麼分別 有些人就好像其他耶穌 其他門徒 他已經是基督徒 信了耶穌很久 但是很可惜 他對福音一知半解 他都不知道如何真正愛耶穌 他都不明白 這個女人為何要做這件事 他反而覺得這個女人的奢侈行動 是一件錯的事情 他們認為交際窮人才重要 他們可以說是叫做為了正確的理由 而去做了錯誤的事情 其實今天很多教會都發生這樣的事情 很多教會都高舉這個外倫社的旗幟 經常參與做 經常致力於做這些社區的活動 有空做些什麼BBQ 有空歡迎那些流浪汗來教會 但是他從來都好像有點怕去傳染 傳染福音那樣 我們有時都覺得 這些教會是一間慈善機構 還是一間教會 教會歷史上有位教父叫我 他曾經毫不客氣地 借敷這種人為猶大的同伙 他說哪些偽善的捍衛窮人的人 其實是偷了教會 掛窮人的錢 他們選擇了自己 成為了猶大的同伙 今天說到不知名的女人 有人好像這位不知名的女人 她們為了愛耶穌 她甘願地不惜代價地奉獻自己的一切 甚至公然地挑戰一般人的常識 約翰福音說到這個女人就是馬里亞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馬里亞 當然很多學者都認為她就是馬里亞 但其實對我本人來說 我更加喜歡稱呼這個女人 叫做不知名的女人 其實這個不知名的女人 她是讓我們紀念 不是她的名字 反而是她的美好的行為 所以教父 叫做乎所多摩 這個名字很難讀 這位教父說 這位真誠的猶太婦人 所做的這件执迫的美事 至今仍在世上被紀念 其實名字不太重要 反而是她的事情所做的 成為這個世界上的美事 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情 教會真的不需要名人背出 很多時候有些人會說 誰在我們教會是名人 例如台灣那位教會 周杰良是我們教會的會員 好像很威風一樣 其實教會真的不需要名人背出 教會其實需要這麼多 這位不知名的女人 她們愛基督 她們愛教會 她們愛弟兄姊妹 她們甘於犧牲自己 她們樂意奉獻 她們會為耶穌 不顧世人的眼光 去做一切的事情 耶穌在 《馬太福音》的十三章 一節十一節裡面 用撒種的比喻 去說到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對福音的自受 是不一樣的 領受是不一樣的 結果也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可以把《馬太福音》 十三章一節十一節 這個撒種的比喻 和今天所說的《馬庫福音》的十四章一節十一節 可以共同一起去看 我們看到這個 我特意做到的桌子 一邊就是祭司長文士 猶大其他門徒 那女人 這就是《馬庫福音》十四章一節十一節的記載 一邊就是《馬太福音》十三章一節十一節所說的種子 四種種子 一種種子落在路旁 一種種子落在淺土石頭上 一種種子落在荊棘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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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是怎樣 一種就是被魔鬼奪走 就是這群祭司長文士 他們拒絕福音 種子撒給他 他們不接受 好像落在路旁 結果是怎樣 被飛鳥吃了 其實就是被魔鬼奪走 這群就是會迫害耶穌的人 被魔鬼奪走 因為他們有魔鬼身在他裏面 猶大 這些人就像種子落在淺土石頭上 他是耶穌的門徒 但他根本身裏沒有去接受耶穌 他把福音的種子 就是這樣放在淺土石頭上 他沒有去甘魂他 所以他遇到一試煉的時候 他就背叛耶穌 其他門徒怎樣 他的種子接受了 但他身裏面有太多世俗的東西 好像荊棘人 迫著他 所以他去到的時候 他不明白耶穌基督的福音是怎樣 他不是真正明白 當世俗很多東西的時候 他就蒙蔽 所以他就無法生長 那位女人 就好像種子落在好土裡的時候 他們會結束豐盛的果子 受到讚賞 弟兄姊妹 我們真的要求聖靈賜給我們智慧 讓我們去做出一個很明確的選擇 一個很智慧的選擇 我們去做那位不知名的女人 做為一個不知名的女人 求聖靈賜給我們有些什麼呢 就是有一份 好像這個女人 有一份溫柔的心 有一份通透的心 他是明白神的旨意的 有一份忠生的心 有一份愛主的心 有一份奉獻的心 有一份奉獻的心 有一份犧牲的心 有一份犧牲的心 有一份勇敢的心 還有一份勇敢的心 有這些心之後 福音才可以進入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福音 可以在我們心裡發芽 心掌結果子 然後讓我們成為 那個最貴的珍拿達香膏 用這個世界上的人 去領受我們基督徒 心上所發出的慶香之氣 教父爺尤米 他認為這段故事裡 基督徒就是那些珍拿達 因為他說 打破玉瓶提醒我們 即是我們基督徒 就是福護之先 必有死亡的毀滅 與其勿風不如 將香氣散發到全世界更加好 基督徒也是一樣 我們如果像這個故事裡的珍拿達 如果將我們封閉在玉瓶裡 世人是不知道我們的香味的 但是好像這個女人 將玉瓶打碎了之後 香就留在耶穌頭上的時候 我相信當時全家屋裡 人們都會聞到一陣的 輕香的滋氣 基督徒也是一樣 當我們打破自己 我們去到這個世界 我們將自己奉獻出來 我們將自己 神給我們的恩賜 神給我們的恩典 跟人分享的時候 我們就叫做與其勿風 不如將香氣散發到全世界更加好 這個不知名的女人 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 雖然她沒有名字 或者叫玛利亞 但是我更加令到她是不知名的女人 她不知名 但是她成就了一件大事 因為她是流方問代的美事 耶穌對她的贊賞 是可以叫做空前住後的 耶穌說什麼呢 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美事就是善事 善事 就是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然後她又說到 耶穌說 尚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要向他們含善 隨時都可以 只是你們不尚有我 其實這句經文是很值得深思的 很多人都在 argue這句經文 意思是什麼 表面來說 窮人周圍都有 你們可以經常做事 但是我耶穌快要走 快要被釘 你們沒什麼機會 所以你一定像這個女人一樣 做在那些事情上 如果這樣解釋 也就是說 耶穌贊的女人 把握很多機會 她們不會錯過任何機會 基督徒也是一樣 我們的侍奉 我們的美事 我們很多事情 其實差點過去 你千萬不要拖 你發快趣 就像這個女人一樣 把握機會去做 但另一個解釋可以說到 你們經常去幫窮人 講窮人 但你身裏有沒有 將我的榮耀彰顯 你們身裏有沒有常有我 至於誰解釋才對 多數人會接受第一個解釋 因為下面講到 高墓我 埋葬的時候 應該是他霸了機會 然後耶穌又贊 祂說 他所做的是盡他所能的 他是為我安做的事 百香高如先 照在我心上 所以見到耶穌贊 他是盡所能 可見而知 這個女人應該不富裕 盡所能 他把自己最多 最好的事情拿出來 另外一件事 最重要的是 他愈知 或者愈感到耶穌要安葬 所以他把握機會 快去做了這件事 最後他又說到 我實在告訴你們 普天之下 無論在什麽地方 存者福音 也要屬恕這女人所做的 已為幾年 我實在告訴你們 當聖經出現這個字的時候 都非常重要 即是告訴你 你要聽 你不要忘記 這件事很重要 即是說 將來去到某一個地方 當我們存福音的時候 我們都要記住這個女人的美視 盡其所能 打破界限 不顧他人的眼光 將自己的所有奉獻被主 把握機會 這就是值得非常重大幾年 仔細去想想 這個不知名的婦人 其實他身上很多事情都值得去學習 這段經文 如果說到可以說成十篇 或者是很多篇都可以 因為他每一件事都可以說到一篇 我們可以學習他的奉獻 可以學習他的愛主 但是我覺得 我今天會和大家分享 想大家學習的就是 他的勇敢 因為他是甚麼勇敢 他就是不顧眾人的鄙視和諷刺 大家想像得到 有些人批評他 是這麼浪費的 如果這些錢拿來周制窮人更加好 但你記得中間還有一句經文 耶穌說 沒有難為他 沒有難為他 我相信不單止有人說話 可能到行地上有肢體的衝突 或是想趕他出去 或是阻止他 不知道 圣经沒有記載 但耶穌竟然說到 沒有難為他 相信當時 不單止一些言語上的諷刺 他不顧鄙視 不顧諷刺 不顧阻攏 不顧阻攏 繼續勇敢去做他自己 認為應該做的事情 其實這是很難得的事情 這裡有一張漫畫 漫畫就是一張圖畫 很多人都很欣賞這位歌星 唱歌 真棒 但只有一個小朋友 他一起來就說 No good 其實這個小朋友很有勇氣 當他指手說No good 可能被人打 被人罵 被人趕出場 所以漫畫上說了一句說話 當大家的意見都一樣的事 要堅持和表達不同的意見 需要莫大的勇氣 基督徒在於他 與其他價值觀不同的人群中 也是如此 大家都捧一個人的時候 你說不太好 不是什麼 是被人打的 大家記不記得蔡楓華的事情 可能這些年輕人都不懂 當張國榮遇日當中很厲害的時候 班長的時候 蔡楓華說了一句無厘頭的說話 一剎那的光輝不等於永恆 其實這句說話沒什麼 還給自己鼓勵他繼續努力 千萬不要驕傲 但結果如何 人們覺得他 你妒忌 你諷刺我的偶像張國榮 結果蔡楓華就變成了 蔡楓華 現在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真的很勇敢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這裡有一張黑白照片 沒有了 有一張黑白照片 這張黑白照片是很多年前 1933年至1945年的時候 當希特拉統治德國的時候 有人曾經說過 當時希特拉統治德國的時候 德國全國每個國內都充滿了一種味道 就是辣碎的氣味 當時每人看到他在街上 一看到Aaron 我看到Aaron 大家看前怎樣 只要立正 舉手 希特拉 這樣的姿勢 大家都是這樣的 街上被大家看到 都是這樣的姿勢 如果你不做這種姿勢 很糟糕 輕則就是被人罵 重則可能坐去坐姦 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有兩個小朋友去麵包店買麵包 他一進去 早晨跟麵包主說一聲 早晨 麵包店 麵包主說出來出來出來 小朋友說 為什麼 我說不做做做做什麼 我不記得敲門 所以考門 然後推門再進去 早晨 這樣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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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不明白 又偷了門 又說過早晨 為什麼我是做錯什麼事情 他又進去 早晨 我去買麵包 那個店主真的頂不住 就叫他出去 然後進來 你不記得說 是 希特拉 原來 當時那個世界 就是充滿這樣的氣味 這張照片 當時是1936年6月13日 希特拉就來到漢堡一間造船廠去參觀訪問 這是一件大事 一間船廠的人聚密 即是排隊 或者怎樣去聽希特拉演講 全場的人 這張照片其實縮小了 只是集中在這個 但其實整張照片大的時候 是看到大家都是這樣的 然後裡面有其中一個人 就是這樣站在這裏 一種嘲笑 一種諷刺 一種鄙視 看著希特拉 這位人兄 就叫做奧古斯德蘭德梅瑟 這個德國人的名字很長 這個人就是 他本身是一個錢納稅黨員 但他很不幸 或者很不幸 他愛上了一位猶太的女孩子 所以在那個年代 他要登記結婚 有人就勸他 沒有了 沒有娶太女人 但他為了愛情 結果也是娶了這位女人 結果他就被人開除黨籍 然後他當然受到迫害 所以當時他就用這個手勢 發出一種無言的抗議對這個事局 這位人兄後來就很不幸 他又坐牢 然後最後在1944年的時候 他被迫被人拉上去做炮灰 即是一定要走第一線去打仗那些人 他死在羅馬尼亞 這位人兄 他就是一種 當全世界的人都向希特拉高呼萬歲的時候 是唯一他一個 他不做這些事情 他是知道他不做的話 他一定會受到一些不好的待遇 但是他也是這樣做 所以這些就是很勇敢 對我來說 真的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面對這個世界 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像這位猶太女人 他抵受彼士 抵受一些無必要的 或是肢體上的衝突 他繼續把自己最珍貴的拿達獻給耶穌 而是把肉瓶的一個貴物 打破了 然後將它淋在耶穌頭上 他逃什麼 他就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基礎徒都是一樣的 其實真的不容易 曾經我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次 其實在小祖裏面 或者什麼我都分享過 自己一個軟弱 一個不是那麼光輝的事情 當我是大學畢業之後 我回到香港第一份工作 就是中國貿易的 經常去出差中國 其實我每次出差的時候 我都會帶聖經去中國 我想讀經 我覺得是睡覺的時候 一個人住酒店 有本聖經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安全比較平安一點 有一次在廣州 就是參加廣州交易會 廣州交易會 結束之後 全家公司都上去 大件事 很多人上去做交易會 去找生意做 去看有什麼產品比較好些 去到結束的時候 其實當時應該是 東方崩館還是中國大酒店 大家趕快走 等巴士回香港 沒什麼做 時間還未到 很多人打法時間 有些人打牌 打牌 當然麻將沒有人帶上去 打打牌 有些人喝啤酒 聊聊聊天 有些人聽聽音樂 或者什麼 大家都有大家之前做 而我當時很熟靈 就拿了聖經出來看 看看聖經 《蠢迷日》 這本聖經 就是我現在用的聖經 就是幾十年 坐在一起去看聖經 當然我應該 坐在一起去看聖經 當時 很多人都會走過來 看見你 什麼 然後 聖經 什麼 有些人就 這個世界上 還有人看聖經 有些人就 以後你 不可以叫你去喝酒 其實我們大家都喝酒 看聖經 是基督徒 其實 大家可能想像到 應該現在是牧師 我以前做了牧師 應該很熟靈 應該立刻站起來 跟人說福音 拿著本聖經 跟人說福音 其實不是 牧師不是那麼熟靈 牧師也很軟弱 這麼多人 都會看猴子 都是沒有看了 都是收回本聖經 都是跟你們一起喝酒 所以人真的很軟弱 你那個女人的行為 真的很難得 千萬不要看小她的行為 她去頂著輿論 她去頂著嘲笑 頂著諷刺 頂著很多事情 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難能可貴 難怪耶穌說 值得幾年的一件事情 我都放棄了 我都和人同流合污 大家真是思想一下 你可可做到這個女人這樣 站正 站硬 做自己的事情 這個不知名的婦人 在耶穌身上 的確做了一件好美的事情 她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們學習 但是我今天想強調的 就是在世俗的世界裡 我們更加應該效化她的勇敢和堅定 真是很希望我們大家 作為基督徒 我們都可以做到 畜污內而不演 做一個好的基督徒 就好像張德培 他有一句說話 他在書上講了一本 他的回憶錄上有一句說話 靠賽有結束的時候 網球生涯都有告別的那一天 然而我耶穌基督的神聖的關係 卻永遠長存 希望我們大家珍惜和耶穌的關係 我們要堅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我們要堅持去愛主 堅持去奉獻 堅持去尊主偉大 堅持去打破我們的欲平 堅持沒有把自己的密封 堅持把自己的基督徒的分享之氣 和這個世界的人分享 好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 二千多年前的時候 以色列人高夫和撒娜 隔道歡迎你海旋進入耶路撒冷城 今天是中之主日 我們都在此祈求你親自打開我們的心 讓我們都一起去高夫和撒娜 歡迎你進入我們的心裡 歡迎你與我們同在 歡迎你的話語 成為我們的永遠的鼓勵和安慰 讓我們在你的聖靈感動之下 去學習那位不知名的婦人 做一個討你喜悅的基督徒 成為你榮耀的見證 奉主命求 阿門 分別人 可惡